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彩票中奖200块,我决定分给好闺蜜一半 让她一起高兴 她追问我,到底中了多少 我开玩笑说中了500万 没想到她竟然敏唇抱怨 你又没结婚生孩子,要那磨多钱干什么 我离婚带儿子生活正需要钱 要不你再多给我200万 你自己留50万不就够了 反正你每月还能拿一万块的工资 我一阵气血翻涌 当天把这对母子赶出我家 可他们却惦记我的钱 逼我说出银行卡密码后 就残忍把我杀害 再睁眼,我回到中奖后 决定和闺蜜平摊奖金这天 你刚才说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闺蜜谈经的手在我面前晃晃 她儿子小杰不耐烦地看我 阿姨我饿了,你去给我买纸奥笼 我一个机灵醒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竟然重生了 再看面前这对母子 我差点忍不住直接伸手把他们掐死 前世,谭经被老公家暴离婚 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她自愿静身出户 我心疼她找不到工作 墨前养活孩子 就把她接来我家 美其名约让她当我的保姆 按月付给她4000块钱 但实际上 她经常借口要照顾孩子 在家根本什么都不做 甚至连午饭都要发我代付链接 我和她是发小 关系一直很好 所以也没计较太多 周末有空我就会自己收拾房间 还会带他们母子出去吃饭 改善伙食 就连彩票中奖 我第一反应也是分给他们一半 让她也享受中奖的快乐 可没想到 两人根本就是未不熟的白眼狼 为了得到我全部的奖金 他们狠心把我杀害 是后海伪装成受害者 逃过法律的制裁 拿着我的钱逍遥法外 众活一事 我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如愿 我倾咳一声 眼下眼底滔天的恨意 装作为难的样子 其实是因为我妈要来家里住几天 我和她很久没见 这段时间你和小杰就先搬出去住吧 谭经一听顿时大喊大叫 你别让你妈来了 这家里一共就两间卧室 她来了根本没地方住 这话说的 好像房子是她的一样 我面色冷淡几分 我和我妈很久没有见面 你先搬出去吧 等我妈走了 我再接你们回家 谭经冷哼一声 语气还有点委屈 我身上哪有钱去住酒店 要不你帮我订吧 要不是你妈忽然要来 我也不用花这笔愿望钱 我气得差点墨山她巴掌 我每个月给你四千 你不用出任何生活开销 现在你和我说墨钱 谭经一听更来劲了 养孩子不需要花钱啊 难道小杰平时学费 都是你给交的 又不是我的孩子 我凭什么要供她上学 我已经彻底没了耐心 既然她不走 那我就自己动手把她们的东西都丢出去 谭经一看我碰她东西 吓得尖叫一声 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一边 我直觉不对 顺着她鬼鬼祟祟的眼神 我猛地拉开抽屉 一眼就看到 我上月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弄丢的手链 谭经眼神躲闪 这是我捡到的 你快喊我 小杰也动手过来推我 你别碰我妈妈的东西 你是坏人 我打死你 谭经还不想和我撕破脸 她忙把小杰拽到身后 对我温声细语 我们可是这磨多年的好闺蜜 你不能不管我 你要是把我赶走 肯定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我这可都是为你着想 我快被气笑了 指着那串手链 完全没有好脸色 我再问你一次 这手链是不是你偷的 不是 谭经话的一声哭出来 摸完摸了地诉说自己的委屈 顺便道德绑架 我让她继续在我家免费白住 我没理她 直接报警 见到远景 她悬崖死不肯承认 直到我拿出发票 她才彻底破防 她一边哭着一边 收拾东西搬出我家 小杰那双贼溜溜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我顿时遍体生寒 前世 小杰就是用这样的眼神 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逼我说出银行卡密码 我抵死不说 她就真的用刀刃一片片切开我的皮肤 谭经为了不引人注意 还找来抹布色进我的嘴里 我疼到嫉妒昏厥 为了保命 只好连连求饶 可他们拿走 我的全部积蓄还不够 生怕我影响他们报复后的逍遥日子 竟然一刀抹了我的脖子 事后我的灵魂飘在空中 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他们连手切碎 冲进下水道里 小杰的歹毒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但这正好让我报复起来 能放开手脚 这种小恶魔如果不早点受到惩罚 将来常大必定成为更大的祸害 等他们母子搬走 我就联系媒体记者 让他们陪我演一出戏 很快 我从领奖中心出来的视频 就被大肆炒作 标题醒目地写着 恭喜两个一大奖获得者 当晚 谭经就组织了同学聚会 还让班长向我发出邀请 我一口答应 这场鸿门宴我是一定要去 我一出现 谭经就主动挽住我的手臂 和我套近乎 他还选了一条 看上去十分名贵的项链送我 但我分明见过 这东西就是从他常看的直播间里买的 总价不超过二十 可到他嘴里 却变成价值两千块钱 他一边送我 一边和我诉苦 以前我默离婚的时候 你跟着我老公一起投资 赚了不少钱 现在我离婚了 莫想到我们的关系反倒生分了 我不想失去你 这个好朋友 班长看得眼红 语气酸溜溜的 小金现在这模不容易 还想着要送你礼物 你竟然还是利眼 难不成你是看上人家老公 不是诚心跟小金做闺蜜的 谭经赶紧帮我说话 清清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虽然他以前和我老公联系很多 但我离婚的时候 他也没少出力帮我 不然我还不能净身出户 离得这抹痛快 同学顿时被他带偏 以为我居心叵测 故意窜多谭经离婚好小三上位 一个个看 我的眼神全都变了 谭经愈发得意 清清 我现在虽然一穷二白 但我仍旧珍惜我们之间的这段友情 你愿意收留我几天吗 我保证 等我挺过这段时间 一定会加倍回报 面对四周不明真向人的七嘴八舌 我表现得十分淡定 谭经 你该不会是想说我对你那个爱家暴 非要逼你净身出户 才肯离婚的老公有想法吧 我的话一下就戳到谭经的痛处 他脸色瞬间变了 班长嗅到八卦 连忙追问 你老公竟然家暴 谭经识口否认 清清 你太过分了 就算你再不喜欢我 也不能随意对我造谣 我离婚是因为感情不合 才不是因为家暴 我挑挑眉 拍出一张出警回直单 你胜是忘了 有次你被家暴向我求救 是我帮你报警 但事后远警 要抓你老公进监狱 你还拦着不让 说家里不能没有你老公挣钱 否则你和小杰 都要喝西北风 谭经伸手就要抢走回直单撕掉 我手腕一扭 中途就塞到班长伸出来的手心里 他这人从上学时起 就是墙头草 我知道他根本不是诚心 要帮谭经和我作对 所以很放心把回直单给他 他那个人肯定会忍不住 帮我把事情闹大 果然看到白纸黑字上 写着家暴和感情纠纷的字样 班长竟然有些幸灾乐祸 谭经 这磨大的是你怎么不早 和同学说 你要是早点说 我肯定也帮你报警 谭经羞愤欲死 他把家暴当作自己人生的污点 连自己都闭口不谈 无论谁问起 都遮掩说是因为感情破裂 我前世就劝过他 不要自己主动给畜生带遮羞布 被家暴不是丢人的事 施暴者才应该被千夫所指 可他却口口声声说 他老公虽然家暴他 但平时也对他很好 现在两人离婚 他不想把事情做绝 所以才三间起口 我尊重他的决定 所以从未对别人多嘴 可没想到他 竟然为了逼我同意他搬回去住 把他老公当作借口来恶心我 那就别怪我把事情全都捅破 再看向他送我的项链 我主动提出赵家付钱 班长顺势拿起他的手机 你现在一个人带孩子生活也不容易 既然轻轻说付钱 你就别矜持了 快点打开订单页面 让轻轻把钱转你 谭经一下子夺回手机 不用 这是我送你的 我怎么能再收你的钱 我提出三倍付款 谭经瞬间心动 他眼睛一转 我就知道他是想随便找个付款记录 来骗我的钱 我任由他动手翻找 悄悄打开包厢的投影仪 点击连接按钮 谭经正沉浸式的P图 手快点到了确认按钮 下一秒 大荧幕上就出现他的购买记录 绿翡翠手链 12块8毛钱 但在谭经鬼斧神工的P图技术下 数字一下子就变成了2200元 他很矜持地把手机递给我 让我看上面的具体金额 谢谢你肯着魔帮我 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包厢里所有人都默憋住 笑出了声 谭经一开始还不明所以 变住法地朝我要钱 恨不得把我手机夺过去 亲自转6000块钱 可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顺着大家的目光 他终于看到大荧幕上的一切 他顿时脸色爆红 恼羞成怒地掀翻桌子 你他妈算记我 我好笑地摇了摇头 是你自己见钱眼开 我是什么冤大头吗 你花12块钱买得破烂 就想卖我6000 谭经再也受不住众人的嘲笑 捂着脸痛哭着跑了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前世只是500万就让他杀人 这辈子有两个亿的诱惑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思极此 我主动给好今年末联系的 我妈打电话 邀请她来我家住一段时间 我还坦然承认 自己彩票中奖 只是不论他怎么问 我都没承认具体金额 我妈第二天一早 就拎着大包小包来到我家 一看现我 她笑得满脸褶子 轻轻 妈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有大出息 我笑而不语 热情地把她安排在 谭经之前住的房间 母女间和谐的气氛 才持续半天 我妈就开始 旁敲侧基地询问 我具体的中奖金额 我神秘兮兮地和她透露谭经的事 我闺蜜知道我中奖的消息 现在正缠着我想要钱 所以我不敢说到底中了多少 妈 你得帮我把她赶走 我妈连声答应 还顺嘴骂了谭经几句 下午 我装作午睡 偷听到我妈悄悄给我哥打电话 有那条视频在 我哥很轻易 就查到我中的是两个亿 我妈当即眼睛放光 和我哥一起商量着 该怎么花这笔钱 我把头深埋在靠枕里 笑得肩膀都在发抖 前世 在谭经亲手把我杀死后 我妈第一反应 不是报警替我讨回公道 而是到处搜寻我的银行卡 后来他们找到谭经头上 拿报警威胁 让谭经吐出20万块钱 全部用来给我哥买房 哥嫂搬进大房子里 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而我的灵魂飘在半空 却始终得不到安息 这辈子我也同样 不会让他们好过 隔天我嫂子就来和我套近乎 还给我送了不少礼物 亲亲 我知道你爱吃螃蟹 这是我特意去买的大闸蟹 要50块一只呢 你侄子想吃 我都没舍地买 我妈乐呵呵地 夸我嫂子大方贤惠 两人霸占厨房 是必要给我做一顿好吃的 我美滋滋地躺在沙发上 假装接了公司领导的电话 借口出差 要出门几天 我妈一脸担忧 我知道 她是担心我不在身边 就无法被她拿捏 所以我干脆向她保证 这次回来以后 会和她坦白讲金的事情 我妈笑咪咪地送我出去 已经迫不及待 等我把钱拿回来 她好全都拿去给我哥买房 嫂子也开始幻想 自己马上报复的生活 甚至还在朋友圈里 连发了好几条奢侈品照片 配文 宝贝们等等我 很快我就带你们回家 评论区都是亲戚们的公围生 问我哥甚至发财了 嫂子得意洋洋地和他们炫富 而我趁机截屏 发了一条只对谭经 一人可见的朋友圈 领到奖金全部送给哥嫂 只要嫂子开心 我就高兴 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我去酒店开房睡觉 不出三天 我就接到我哥 火急火燎打来的电话 他还是一如既往 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骂我 建重 你把你嫂子怎么了 我告诉你 他肚子里可怀着我的小儿子 他要是出事 我就让你陪葬 我装作无辜 瞪圆了眼睛 我默在家呀 家里只有两个房间 妈和嫂子来了 我就一直住酒店里 他们这段时间 也没和我联系过 我哥被噎住 又骂了机具 才挂断电话 紧接着 远景就找到我的房间 按例询问 我这几天的行程 我实话实说 让远景放松警惕 他们也终于肯告诉 我实情 原来嫂子和我妈 竟然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 我哥联系不上 这才报警 我担忧地直接哭出来 远景赶紧安抚我的情绪 让我这段时间 自己注意安全 有线索及时和他们联系 我连声答应 等送走远景之后 我一个人在床上笑得翻来覆去 谭京和小杰那两个畜生 可终于动手了 一想到我受到的那些痛苦 现在都报应在嫂子和我妈身上 我就恨不得开瓶香槟庆祝 但现在还不是 我可以掉以轻心的时候 隔天 我哥就堵在我公司门口 找我讨要说法 在他大吼大叫 想把事情都赖在我身上之前 我哭得比他还大声 妈和嫂子失踪 我也很急 但我总不能不来上班 远景一定会想办法的 哥 你为难我也没用 我哥气急败坏 不得不放弃 用舆论压制我的办法 把我拉到一边 朝我姐妹弄眼 光靠远景 有什么用 你快把奖金拿出来 我好找人帮忙 一起找咱妈和你嫂子 我眨拔着眼睛 满脸无辜 哥 我中奖的那点钱 恐怕不够让你 花钱找人 毕竟我实际上 只中了二百块钱 我哥不耐烦地 攥紧拳头 少废话 我都知道了 你中了两个亿 你先拿一百万出来 我去救人 剩下的 等妈回来 再由她分配 我心里冷笑 恐怕凭我妈中 男情女的观念 她有一分钱都要掰碎了 给我割花 况且是我中奖 她凭什么认为 我会和她分 但我面上装得很震惊 哥 你听谁说我中了两个亿 我哥满脸得意 网上已经有新闻 报了你中两个亿 去领奖的视频 别把我当傻子 你现在乖乖掏钱 到时候我心情好 说不定还能分你几万 不然我就和别人说 你为了钱 连自己亲妈都不要 到时候要是舆论起来 你有钱都花不出去 我很害怕地 哆嗦着肩膀 好不容易 挤出几滴眼泪 可是 哥 我真的没中那么多钱 我哥完全不信 反倒更加暴躁 你到底拿不拿钱 不管他怎么逼问 我都一问三不知 坚称自己 没有中两个亿 我哥最终失去耐性 撂下狠话说会让我好看 然后甩手离开 回到酒店 我笑得前仰后合 远景正好在这时打来电话 声称调查 有了最新进展 等我赶到的时候 已经能听到 我哥在停尸房里 嚎啕大哭 我也挤出几滴眼泪 趴在我妈身上流泪 我哥一把将我推开 控诉是我害死 我妈和嫂子 要不是有远景拦着 她一定会像以前一样 把我抱打一顿 从我出生起 我就被家庭打上赔钱货的标签 我家是典型的重男轻女 我爸从不允许我上桌吃饭 稍有不顺心 就对我打骂不止 要不是有邻居大娘护着 我恐怕早就被我爸打死 而我妈总是冷眼旁观 无视我的一切求救 我哥更是窜多学校里的小混混 对我校园霸凌 我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 还被造谣私生活混乱 不少亲戚都对我避之不及 直到现在 我身上还有那些 毒打留下的伤痕 一辈子都无法驱除 九年义务教育结束 家里就不再出钱供我上学 是我自己勤工俭学 才能顺利读完大学 我妈和我哥 原本还想吸我的血 但在我几次哭穷 和把事情闹大后 他们才终于断了念想 不再和我联系 我也没想到 我妈这次会着魔容易上钩 怪只怪她自己太过贪财 我顺利她说一句 女人不能没有娘家 她就信以为真 料定我是知道悔改 大大咧咧搬到我家里来住 远景原本也怀疑我 但我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这几天晚上 我都和同事在外面吃饭 我妈和嫂子失踪的时候 监控录影 就是对我最好的证明 最后 他们终于查到谭京身上 想想我就觉得好笑 前世我死后 连报警的人都没有 亲人全部目的 都在于分钱 而我妈才刚失踪 我哥就急得不行 他们才是母子情深 我永远都是外人 从我妈那儿拿不到钱 谭京一定会重新 找到我身上 我这段时间 都和同事在一起 几乎没有单独一人的时候 我在等我哥送我一个机会 把他也拖下水 果不其然 他还真没让我失望 他为了两个 溢下了血本 在网上写小作文 怒斥我是守财奴 不孝女 要不是我不肯出钱 我妈一定不会死于非命 他还雇佣了大批水军 抹黑我的名誉 网上有一大批吃瓜群众 都被调动情绪 纷纷跑到我账号下骂我 也有不少理性网友指出 我哥逻辑上的问题 但最终还是被淹没在 茫茫水军发言中 他爆出我的地址 鼓动一批人 砸坏我家窗户 到我公司门口闹事 领导劝我报警 我却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那些人下跪道歉 求他们放过我 我甚至表示 为了弥补过错 愿意交出那张彩票 让我哥全额得到 我的中奖金额 我哥高兴坏了 自已为奸绩得逞 当天就找到我家 让我出钱 我告诉他 其实我还没来得及领奖 我哥当即兴奋地表示 钱他可以自己去领 我录下视频 亲手将彩票交到我哥手上 然后发到网上证明 多余的话我只字未提 可我等了又等 迟迟没有传来 我哥出事的消息 一打听才知道 我哥是因为 在忙于给我妈和嫂子 处理后事 这才莫来得及去对讲 想到我终于为前世 报了一半的仇 我莫忍住 和同事聚会喝多 结束时 走路都有些打晃 同事提出要送我回家 我摇头拒绝 一个人上了计程车 爆出新家地址 可窗外的景色越来越偏 我猛地醒酒 意识到这条路 和我家的方向 截然相反 我下意识想要报警 但司机已经在 偏僻的小路上停车 他看穿我的意图 下车窜到后座 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威胁 要是敢报警 我现在就让你死无全尸 我连连求饶 眼睁睁看着他把我的手机抢走 随后他让我说出密码 解开锁评 在联系人里找到我哥 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拿出五千万赎金 否则撕票 我哥只看了一眼消息 就反手把我拉黑 男人联系不上我哥 气得直接摔烂我的手机 我也才借着刚才荧幕微弱的光 看清男人那张脸 竟然是谭金的前夫 王虎 这夫妻俩还真是蛇鼠一窝 都会用绑架这套来勒索钱财 只是不知 这王虎会不会和谭金一样很毒 拿钱还不够 还要谋财害命 我轻轻嗓子 尽量让自己表现平静 大哥 杀了 我也拿不到钱 你还会白白背上人民官司 不如你放了我 我肯定不报警 王虎恶劣地笑了一下 下一秒 他的目光就落在 我来回起伏的胸口 既然拿不到钱 那老子就先快活快活 我忍着恶心 身体往后一缩 你为什么会绑架我 我只是普通公司员工而已 你张口就是五千万 我家里人不可能会有 王虎猥琐地舔一下嘴唇 别蒙老子 谭金和小杰那个臭小子 不就是看中你的两个 一才对那俩臭娘们下手吗 老子不贪心 给我五千万 让我还上赌债 我放你一条命 我故意表现得特别震惊 你是说 是谭金杀害了我妈和嫂子 王虎笑容加深 是啊 她不是你的好闺蜜吗 你好心收留她 把她从老子手离抢走 莫想到 最后她会为了钱杀人吧 告诉你 老子早就看出那娘们是个狠人 也就你以为她是废人 还把她带回家 好吃好喝地对待 我潸然落泪 竟然是我害了母亲和嫂子 现在知道也晚了 那娘们早跑了 连远景都找不到他们藏在哪 也就只有老子知道 话音刚落 她脏兮兮的手就已经摸上我的胸口 我忍着恶心发出一声尖叫 随后 窗外骤然响起震耳欲聋的警笛声 数十名远景举着手枪对准车内 王虎吓得连忙 举起双手抱头 远景二话没说 打开车门 把她拽出来 摔在地上 我一脸受惊过度的模样 被远景促拥下车休息 谁也不会想到 我就是打听到 王虎去开出租赚钱 所以才故意设了今天的局 再次见到我哥 他面容憔悴 遮掩严密的衣服下 隐约能看到鲜血淋漓的伤口 看来他已经去对讲过 知道我其实中奖的金额只有二百块 才不是两个亿 我憋不住笑 眼底都是讽刺 我哥气得要上来打我 远景马上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把他拘留 我这次来警局 是特意要探望谭经的 他早就不似被我交养时的高贵优雅 他浑身破破烂烂 头发也乱糟糟的 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 和前世杀害我过后 拿到几十万存款的他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我问他有没有后悔过 为了钱 不惜杀死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谭经冰冷地看着我 嘴角默然勾起一抹冷笑 我最后悔的是 就是中了你的计 莫早点把你杀了 我也痴痴地笑出来 钱是不济 我在他身上花的几万块钱 就当作喂狗 看在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的份上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小杰也被原警找到了 在脏臭的水沟里 已经淹死了 谭经猛地一拍桌子 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 我却举起双手 一脸无辜 别着魔看我 我可不会丧心病狂到亲手杀人 我只要看你们狗咬狗 都得到应有的报应就足够了 说实话 小杰就这魔死了 还真出乎我的意料 据远景分析 小杰应该是半夜听到警笛声后 仓皇逃窜 最后狡猾不小心跌进臭水沟里 再也没能上来 我其实应该感激他和谭经 没有他们从始至终的狠毒 我根本没那么容易解决掉 我妈和嫂子 不过属于我的复仇还没结束 从警局出来后 我就买了一趟回家的火车 我哥进监狱 孩子由亲戚照看 而我爸正独自一人瘫痪在床 他看到我 眼里满是怨毒 半张着嘴口齿不清地骂我是个祸害 我拿毛巾给他擦脸 他却要涂我一口唾沫 我完全不生气 反而更加耐心地帮他擦拭身体 爸 你知道我哥赌博欠了几百万吗 我调查过我哥 他之所以内膜颓废 就是因为还钱无望 身上的伤痕也是被债主打的 我爸一下瞪大双眼 我压低声音 凑近他的耳边 我哥还不上钱 债主把他抓走要砍断手脚 不如你帮帮他 等你死了 让我哥把你的器官拿去卖钱 他也好继续生活 我爸不可置信地又要骂我 我笑得格外真诚 你不是最爱你的宝贝儿子吗 怎么 难道你连为他奉献一条命都不愿意 你不死 你的好儿子可就活不成了 我爸眼中的光骤然暗淡 我没理他 屋子出门拜访邻居大娘 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 我爸的尸体已经冷透了 医生初步检查 判定魏夫要自杀 我压根没为他准备葬礼 把他草草火化 骨灰直接洒进浆里 至此 我想报复的人 终于全都付出代价 往后余生 我会专注过自己的生活 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